日本队的燕维德,陈金河及李万华,香港队的中腾夫,韩国队的黄达明,还有殊不清在海外执交的大马教练,一一都在各自的球队里收获不少的成功。 大家好,我是汉哥,今天就是来跟大家一起看看流失海外的大马教练。 在日本队,2018年1月上任日本婚双部门的燕维德教练,带出了渡边勇大及东野有煞组合,并在执交不到三个月的情况下,就带领他们收获日本首个全英婚双冠军。 而在今年,他们还成功收获日本队在东京奥运的唯一一枚奖牌,还有年终总决赛及2021世锦赛亚军。 而陈金河教练,更是带领日本男双攀上新高度。 其中,远藤大游及渡边勇大组合,在他执交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就收获日本首个全英男双冠军。 而小包组合更是在2021下半年收获四冠一亚,当中包括了年终总决赛及日本首个世锦赛男双冠军。 而在2019年前往韩国的黄达明教练,在东京奥运之后,正式成为韩国的天才少女安锡营的主教练。 而安锡营,在2021年的印尼三战赛事中,连续收获三个冠军。 而中藤福教练执交的香港昆霜,邓军文及谢英雪,也在东京奥运,市井赛及年终赛都成功晋级半决赛。 而当中还有很多更早之前在海外取得成功的教练,而这几位教练,只是他们之中比较有名的几位。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马教练要去海外执教呢?为什么不要让他们全部留下来? 大马教练去到海外的原因主要离不开一点待遇。 而根据陈文红的说法,当有次球迷在直播中问到他是否会去到国家队当教练时, 他表明了,月薪是一大考量。 在大马执教的外国教练,月薪基本上都是一到两万,而本土教练未必获得这种薪资。 而如果是三万的月薪,他宁肯去到中国执教,一天就较三到四个小时也能够收获三万令吉。 而一名接受南洋商报报道的匿名前国家队教练也说过, 在国家队执教的本土教练和外国教练薪资差距很大, 本土教练难以赚起两万令吉的月薪,但是外国教练的月薪可以翻倍。 他也提到,对于在国外的大马教练,最大的吸引力绝对是薪资, 而且他们还能获得照顾和津贴,不像在本地,本土教练反而不获得重视。 当然,事情都是两面心的,教练想要出国执教,也必须刚好其他国家愿意接受他们才行。 而燕维德教练也透露了,其他国家喜欢聘请大马教练的四个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时机,像是陈金河教练,是因为刚刚从印度国家队辞职, 而且朴柱峰教练也与他合作过,所以就一拍即合。 而李万华教练,就是以前在日本打过球,刚好日本队需要青年队教练, 所以朴柱峰教练就联系上他了。 此外,大马教练因为精通更多语言,可塑性较强, 而且,大马教练的技术及战术知识也很好, 而日本语总更是认可不已。 李万华教练也在一年内就从职教青年队上升到国家队V队, 当了婚双教练,可以见得他的职教功力不错。 最后,也是大马教练刚好也想要去外国吸收经验, 所以算是一拍即合。 就像陈文宏说到,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最少在大马语修队来说肯定是如此。 目前大马国家队大部分的教练都来自印尼, 当然,印尼教练也很好,像叶辰湾教练就是一名很好的教练。 但是,看到我们的教练一个一个离开国家队并去到外国执教, 而且还带出了成绩,我们球迷不免会问, 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外国教练吗? 在上一次的重组中,本土教练黄佩蒂、陈仪辉及罗斯曼都分别不获得序约, 特别是陈仪辉,他曾经带领孙赢组合收获奥运亚军,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获得序约呢? 他曾经在1994年至1996年当任总教练的拉西夫·西迪, 也对马来西亚队的教练调整非常不满。 这是印尼队吗?我们是羽球挺坚强国之一, 但是却依赖邻国的教练。 他也质疑,我们真的没有能升任的本土教练吗? 他不认同本土教练比外国差的这个道理。 当时黄中汉也回应了这个质疑, 说到自己是经过一年的分析及场边监督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但一切以目标为重。 外国都喜欢我们的教练, 但是在本土他们反而不获得足够的认可和欣赏, 相信这是他们离开的一大原因, 竟然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而陈门通也在同一场直播说到, 如果是在国家对执教, 除了要保持纪律, 还要照顾球员, 如果球员出事就是教练的错, 不只是疲累, 压力也非常巨大, 比赛前后的安排, 诉求的还要面对语种和记者的责问, 开会和写报告, 相比起在国内执教, 去到外国反而会被珍惜, 因为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本身在大马及日本都有执教过的颜维德教练, 透露了在两国之间执教的差异, 他表明, 日本对内的政治氛围不如大马激烈, 教练可以发言, 但是大马执教会受到很多歪来因素的影响, 相反的, 日本更好也更容易处理。 他也透露, 日本一种有系统性训练计划, 教练们提前一年就知道了所有计划, 就算会有变动, 也只是一小变化, 对教练们来说更容易适应。 而曾经担任大马总教练的朴柱峰教练表示, 在日本对他上任后被给予了绝对的信任, 他们不会在他做出决定后推卸责任。 而大马最大的问题, 在于无法执行长期计划, 管理层容易向舆论屈服, 一旦失败就吵人。 而李毛教练也说过, 在大马执教时, 他曾经在一次的赛后检讨, 向所谓的技术权威开火。 他认为, 这些人平时都不关心他们, 但一到输球就对他们指手豁脚, 为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 而和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被给予了职业要差很多, 而他最终, 也因为认为大马对内部矛盾大, 所以去到了韩国执教。 这样看来, 不只是大马的本土教练, 海外教练也对在大马执教有所顾忌。 当然, 成绩的好坏不能够只怪罪于教练, 球员本身也是必须负起责任。 而球员的可塑性质态度很重要, 除了教练的指导外, 更多的是自身的努力。 同样的教练,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交出不同的水准, 这就是球员方面的付出了。 而言伟德教练透露, 日本的球员相对大马来说更努力, 而在疫情期间, 他们远离聚会, 即使没有正式宣布精灵, 也选择在家工作。 尽管球员有自主权, 当他们仍然遵守国家队的指示。 而朴柱峰教练也透露, 日本球员非常尊实重道。 而大马球员, 教练和管理层之间更像是朋友, 而没有明显的界限。 因此, 大马就要难控制球员。 而在日本, 他们和球员先建立行人, 当他们信服你, 就会认真听你的话。 而黄达明教练指导的安锡英, 本身也是天分十足, 非常聪明, 思想和意志也非常坚定。 而最重要的是, 他的态度很好, 训练很努力, 常常会感觉自己训练不够。 所以, 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 除了教练的帮忙, 他本身的态度也是一大关键。 而中藤福教练也点名了大马的球员, 面临的压力过大, 起点很高。 那他们的目标一般都是奥运和世锦赛冠军, 变成小比赛的动力不足。 而香港来说, 只要能赢得冠军就是奇迹, 并且球员会信心大增。 那我们不能说他们在海外执教就更厉害, 像颜维德教练, 在马来西亚就代出了 陈炳顺及吴牛银这对大马的第一婚霜, 也带领双卫组合, 收获奥运银牌及年终赛冠军。 那说来也奇怪, 在2017年离开之后, 双卫组合的战绩就逐渐下降了。 而黄达明教练, 也是黄妙族的主教练。 而黄妙族到目前为止, 都是大马最稳定及最好的第一女单。 那人才流失这件事在大马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不管是体育还是各种学术专业上。 如果真的是要让人才回潮,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参考日本队的做法, 不只是待遇, 所有上述描写的问题都必须被纠正, 但是这就谈何容易。 现在来看, 大马鱼种的管理层似乎愿意做到权力下放, 但是真正执行起来是怎样, 就不得而知了。 希望鱼种能够放下过往的辉煌, 真的去做出改变, 现阶段的我们是一只潜力股, 但我更希望, 我们是一只能够真正有竞争力的团队。 而我也希望, 这也在国外取得成功的教练, 真的能够带着他们在外面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回来。 那这样说不定, 我们的宇宙队就真的能够迈向另一个黄金时代。 那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